另外红雀在主场迎战巨人 不死鸟打线大爆发 全场敲出了17只安打 包含三发的拳雷打 狂攻15分 因为双方分数差距已经拉开了 所以九局上红雀派出这场比赛 也有敲出两只安打的老将Albert Pujols 上场来投球 这是他20多年的MLB生涯 首次的登板 虽然被敲了两只拳雷打 不过能够在退休前解锁二刀流成就 也算是给Pujols跟红雀的球迷难忘的回忆 红雀在自家迎战巨人 不死鸟打线一局上就大爆发 连两位自身SENBI Pujols跟Molina也有所贡献 虽然Molina晚了一步 没能站上二壘 但拼战精神值得加取 一局就取得了四分领先 也让先发的Anderine Wright越投越稳 巨人攻势频频遭到瓦解 反过红雀打线一棒接一棒 而Renado跟Molina纷纷开轰 红雀不惜球场也上演了璀璨烟火秀 九局上红雀以15比2遥遥领先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投手球 42岁的老将Pujols迎来20多年 MLB生涯的初登板 虽然恋爱对手两发全雷打 掉了四分自得分 但最终还是完成关门任务 抓下最后一个处局数 红雀以15比6赢球 Pujols笑得好开心啊 因为他不但有3-2的打击表现 又能在退球前将二刀流技能解锁 这一页一定让Pujols看全场红雀球迷 永生难忘 法事新闻杨智富杨一家报道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